他希望運用我們最容易取得的材料 然后透过设计的手法 或者是加工 简单的加工 就可以创造出像这样子的一个 很强烈的视觉或令人惊艳的感受 从在地出发 一个穹顶 就是一个城市的社会设计案例 串联台湾多位优异的跨领域设计师 与创意工作者 以多元解读的方式融合其他城市经验 2015台北设计城市展 作为2016台北设计之都的闲校展 特地扩大规模 从永续城市 社会住宅 指标系统到生活智能等等 要让民众知道什么叫做社会设计 其实最简单的东西 尤其在城市这种情况 那就是听他们的声音 甚至于让他们试着用设计的方式 demo给你看他怎么想法 所以这是一个相互共同合作的设计 国内民众参与就是社会设计的第一步 希望借由设计改变台北 也发掘出市民共创的城市价值 让人民的力量化为社会改变的动力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